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沙铜关窑始于东汉 是摊呆三大出口词咬之一 长沙铜关窑补物馆以示意的才词为主题 在七个个型个色的展厅中 展出七类端样的文物一前与见 近一片片乘风的历史水片 被还原成精魅的陶瓷 牵列在游客人间 我们长沙铜关窑补物馆呢 总共有七个展厅 其中备受瞩目的就是我们黑石号沉船上出水的这一批文物 那么在我们的左手边呢 就是我们一比一复原的黑石号沉船 它大概呢长是二十到二十二米左右 宽呢大约只有七到八米 但是这样的一艘船上 我们是共装载了服器大约有十万件左右 当时呢它是一艘唐代的阿拉伯船船 但是在往外应送瓷器的过程当中呢 不幸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道海域 出家沉默了 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被打捞出水 那么在这艘船上 我们是共发现了唐代的精美器物有六万七千多件 而其中呢我们长沙窑的瓷器具有五万六千五百多件 占比呢大约是百分之八十四左右 可以说这艘船呢是我们海上四重之路的有力见证者 也是见证了我们千载年来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 很难想想 游蓝的水面之下也沉默着无数的人类文明宝藏 山脉海底一千两百多年的唐代沉船海石号 如今在长沙通关窑博物馆又一次启程 为我们揭开长沙通关窑的历史年纱 除了博物馆 这里还有许多中国陶瓷考古遗址 一通为长沙菜的故事增速 我们现在要参观的呢 是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三大展示主体之一 唐家破遗迹馆 这个馆呢也是我们最早开放的一个展馆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这个正前方呢 就是我们的唐家破一号农药的原址 它也是我们目前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 脉络最清晰的一个唐代古农药 像这样的一条农药呢 可以烧制小型器物大约是有三万多件 中型到大型器物有六千到七千多件左右 我根本也是看到的很稀奇 海报到山子 对它是建造山上的 然后总长大概是四十一米左右 而在它的左手边这个很大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的制瓷作坊区 就是制作瓷器的地方 就是在右边就做瓷器 然后在这边就把它靠 对烧造 然后呢在右边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龙瑶的复原模型 对就是整体的龙瑶上方是一个什么构造 把它搭建出来了 那就是这个是古老的一个工厂 对就是我们千年前的世界工厂 烧造好的瓷器之后呢 就会沿着我们后面的湘江 就会消往到中亚呀 西亚呀 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所以当时我们长沙瑶是被誉为 唐代的三大外销瓷药之一 深处其中 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长沙通关药的上市 那些代表着中国的陶瓷器 就是在这里登山 从王长湘江治病处罚 过洞庭 下长江 沿着海上四处之路 行销世界 最终成就了长沙通关药 与中国的回荒 �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